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们看历史上那些这个惨绝人寰的那些屠杀 那他的领导者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比如说希特勒在生活中是一个很温情的人 他对这个小孩子非常的喜爱 有很多的影片和照片看到他对小孩子非常的这种友善 拿出玩具陪着他们玩 对小动物也非常的珍爱 甚至希特勒有非常高的艺术天分 他自己画的那些水彩画和素描 我觉得中国的所有的这些国家领导人都没有那样的一个能力 那么毛泽东在过去那么多年的报道里面 也有说当他看到穷人受苦的时候 难过的流下了眼泪 还编了很多的故事说穿着打满补丁的睡衣 然后当三年所谓困难时期 他杜绝了这个吃红烧肉等等等等这种谎言 但是现在不是一个一个被揭穿了吗 所以这个我们讲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不是看他的表面不是看鳄鱼的眼泪 而是看他长期以来对国民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 他的统治行为和模式是什么样的 难道我们会说任何一个统治者在他的这个宣传机器下 不是那种伟大友善可爱吗 哪个领袖被他们塑造 尤其像金家王朝 你去看一看全都是一片赞颂 人民无限热爱的 在民主的开放的国家和社会里边 对国家领导人更多的是批评 支持率能够达到50%以上就算不错的了 最高峰的时候也不过百分之六七十 很少能够达到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的 但是支持率最高的是哪些国家呢 就是像中国的这样子 中国还算列为那个一点开放一点 那像北朝鲜的就几乎是百分之百 谁敢说不支持金正恩 那他可能就被炮绝犬决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很显然的一个道理 那么讲到这个说好人和坏人 其实我们觉得一个人他的态度和行为 和他的这个最终统治的结果 我们要对比来看 有人说胡锦涛是个好人 说他很慈善 胡锦涛那个人都是好像从来没有害过人 很和善的一个人了 但是想一想他难道真的没有这个恶行吗 当年的这个西藏镇压 他不是亲自带了钢盔上去的吗 然后他当了国家领导人之后 中国出现了那么多的这种迫害 他难道没有责任吗 很多命令难道不是经过他最后批准吗 所以我们不要看他表面上这种现象 所以说没有好人和坏人的就是从表面上 你的恶与眼泪来进行判断 应该是从他这个行为的结果 这个统治模式的结果来分析 所以中国你看这个无论是毛泽东统治时期 还是现在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遭受迫害 大量的人死亡 还有更多的人失去自由 所以在这种这样的一个国度里边怎么讲 就是说你的说统治者是好人 那谁是坏人呢 那说这个下面执行的人坏 那如果下面执行的人坏是谁任命他们呢 你看看这个大贪官的级别已经高到什么程度了 副国级都一大堆贪官坏人 那如果这些副国级都是坏人 那么正国级的人难道是好人吗 这个所以很显然的就是与谁为伍 你跟谁平时在一起 你的利益关联是哪些人 这就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这些是洗不干净的 包括习近平本人他当年在福建做官那么长时间 厦门的远华案跟他难道没有一定点关系吗 然后贾庆龄的贪腐难道跟他没有关系吗 为什么贾庆龄的这种贪腐到现在都没有处置呢 还有像江泽民这个那些爪牙们 他们的那些贪腐 那习近平难道不知道吗 知道以后又是采取什么样的这个办法来对待的呢 除了是跟他这个抢夺权力的人 他会这个进行选择性的清除之外 那么那些好像没有触及他没有动他奶酪的那些高级官员 还不是相安无事吗 到现在为止那么多的贪官其实并没有出动 包括像李鹏家族 还有很多的这个贪官家族都没有出动 对我觉得说的非常好 其实我们看待一个领导人 或者实际上我们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看他的事实 他是怎么做的 以中国人所说的清其言观其行 这么多无数的事实都摆在我们的面前 几百个律师被抓了 香港铜锣湾世界还包括一些异议分子的打压 等等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放在我们的面前 如果我们不去看事实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 第二个问题 我们说中纪委反腐反得好 但是我们要看制度 你中纪委是依法去反 你双规一个官员 限制他的能力自由力又法力的依据吗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那我们真的得出个结论 其实那里与黑社会的护聘就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看待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有时候我们延伸到一个制度的成员去思考